如果男朋友送一块石头当生日礼物 你会生气吗 这个男人是全纽约最小气的约会对象 他每月有1000美元的工资 但却一分也不想花在谈恋爱上 跟前女友交往四年 过生日也就送一块石头 还每名其约 这石头长得特别 当然 最后女朋友还是跟他分手了 但他依然改不了Comer的本性 麦克最喜欢到处捡便宜 洗衣房掉落的硬币 地铁站掉落的车票 还有三丁外的免费糖果 免费酱油包 调味品 番茄酱 一次性餐具 这些他都会好好存起来 因为洗衣机费钱又费电 麦克平时连衣服也不怎么洗 如果衣服上有异味了 那就喷点清洁剂水 只要闻起来不臭就行 最近 朋友给麦克介绍了一位女孩 据说对方非常活泼可爱 麦克还是很想脱单的 他下定决心要给人一个好印象 于是 他拿出了几瓶剩酒 把红酒白酒混合 自制丽瓶玫瑰红酒 打算到时候带去餐厅 这样就能省下酒钱 而据朋友了解 这不是他第一次干这事了 约会这天 麦克早早出门了 因为他家就在殡仪馆旁边 所以路过时 他还顺手拿离数 垃圾桶里的鲜花 作为相亲见面礼 这不就省下30美元了 麦克非常满意 听说女方期待一个美好高级的约会 麦克自信满满的走进超市 他打算拿一些试吃蛋糕 然后摆成野三蓝那种 这样肯定很高级 看着他一个个的装试吃 店员都傻眼了 他表示这是给管理层检查用的 但麦克根本不听 最后甚至抢了起来 到大约会餐厅时 女孩对麦克的第一印象 其实还不错 因为他还知道送花 不过要是让他知道 这花哪来的 估计会当场翻脸吧 总之 开始的一切都很顺利 但吃过餐厅送的免费玉米片后 麦克就立马把人带走了 女孩一脸懵 难道我们不点菜吗 以麦克扣门的个性 点菜是不可能点的 他带着对方来到 司塔填岛渡轮 这个地方是开放的 在麦克看来 就相当于免费的游轮晚餐 此时 女孩的脸色已经不太好了 接着 麦克又掏出了红酒和餐点 这哥谁估计也吃不下去 女孩委婉拒绝 他提出去甲板上看看 这让麦克瞬间自信爆破 事实上 女孩只觉得这次约会诡异 再见面是肯定不可能的了 那个介绍人朋友 也顺便拜拜吧 不过像麦克这种 扣到极致的人 也不一定会助故生 比如这位 已经结婚生子的母亲 爱波 他从大学毕业 就贯彻扣门准则 孩子出生后更过分了 节俭程度多次 令丈夫无奈 比如带孩子去公园玩时 他会捡别人丢下的玩具 不管是没轮子的汽车 还是没头的娃娃 都逃不过爱波的眼睛 毕竟新玩具还是很贵的 养小孩最费钱的就是奶粉 但爱波完全不担心这个问题 虽然他已经没奶了 但他从各种朋友那里 收集了一堆母乳 同事 余加班朋友 宝妈聚会朋友 总之来源广泛 全都堆在冰箱里 丈夫总觉得 让孩子和别人母乳怪怪的 但爱波却坚持要这样做 毕竟奶粉钱一年就要花一千美元 除此之外 宝宝最常用的婴儿湿纸巾 爱波也是自制的 他会把正常纸巾切成两半 浸泡在金融水里 然后就得到一坨湿纸巾 可以用来擦手擦桌子 完事还能重复利用 用擦过桌子的纸给女儿擦屁屁 因为这事 丈夫最近还跟他吵了一架 但爱波依然我心我素 新手妈妈 必备的尿布台 都是他从飞机加油站捡回来的 纸尿糊这种一次性的物品 当然也不能常用 爱波会把不穿的T恤 做成可重复使用的尿布 看起来也算像模像样 因为忙着照看孩子 夫妻俩很久都没好好约会了 今天 爱波打算给丈夫一个惊喜 去做个全身美容 一般人户里一次至少要花几百美元 但爱波不是一般人 他的预算是一百美元 到达美容院后 他就拿出了一堆除毛产品 打算让店员用这些帮自己脱毛 然后他就可以只付三十美元的服务费 蜡指脱毛的疼痛 大概可以想象 可就算如此痛苦 爱波都不忘寒假 好不容易完事 爱波又提出要美发 并且他自带了发片 就让店员帮忙接上 可惜他带的数量不够 不能接枕头 于是爱波又提出 不能把你们店里剩下的给我接吗 店员有些无语 因为那些都是从别的顾客头上拆下的 可以说很不卫生 基本算是垃圾 但爱波却坚持要用 还表示自己可以承担风险 不过他能承担店家也不能承担 最后店长出面答应打折 爱波这才善罢甘休 最后他来到此行最后一站 化妆品服饰店 他先是试了几个唇膏 接着就开始砍价 爱波想以8美元的价格 拿下22美元的口红 但这种店是从不讲价的 店长只能表示 可以给你送点香水小样 这一感情好 爱波立马丢下唇釉拿小样去了 最后花费0元 既涂了试用唇膏 还拿了赠品 这一波不亏 本次全身美容 他一共只花了85美元 比预计的还少了很多 爱波非常满意 又是完美浪漫的一天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 产生百态 这边的人生百态 还能给你转意 后来的结果